為了要讓每一個人都有緊急救護的地勢 王室立揮是來到六甲町公室 跟他們接受CPR跟傻瓜電極器的使用方法 希望在未來有尋到狀況的時候 可以做第一時間的手救 做出健康的環境 九町是來到公室的完工 在CPR的動作更要注意的事情 壓耳抬下巴 手 壓耳 好 兩根手指在這邊 在下巴骨這邊 兩根手指輕輕扶著 嘴巴完全 你要旁邊也不然含不住 好 打開嘴巴完全照住 壓耳抬下巴 衝動呼吸道 好 蓋住 吹一口氣 吹完手指頭的鼻孔的手指 對 很好 手指頭放開 再吹一口氣 對 為了要讓公室的完工 在尋到狀況的時候 知道要怎麼來歡迎給他救護 王室立揮是來到六甲町公室 跟他們接受CPR 要怎麼來輸用傻瓜電擊器 我們彰化線紅十字智會 在今天的課程當中 主要是要教授所有的學員 要了解到CPR加AED的一個操作 當所有的學員遇到 以後遇到一些緊急狀況的時候 可以針對樓下我們正公所前面的AED 來進行操作 可以直接達到救人的一個效果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教學方法 推動更多的急救人員的一個素質的提升 黃慧婉也表示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這個傻瓜電擊器 而且操作上也非常簡單 很好使用 AED又叫做自動體外的電擊去站器 又叫做傻瓜的電擊器 當你遇到狀況的時候 你只要打開機器之後按下按鍵 然後按照它的一個操作 語音的一個指示來操作的話 就可以完整整個一個救人的一個程序 非常的簡單 那也非常的適合全民的 來做一個緊急救護的一個操作 店長正安是經濟奇蹟的課程 未來在尋到狀況的時候 可以馬上來歡迎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人 都很好做健康 那這些心血管疾病都很多 那很像剛才剛才是心臟病 或是剛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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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事情 那我媽這個庫庭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特別叫公司 或我們董人來上這個庫 我說這庫是最完 他們待會再看一張政書 最主要就是說 在尋到緊急的事情 我們要在時間 要怎麼來急救 所以這個CPR的客廳 我相信對我們未來 一些尋到緊急的事情 我們總有很適合的措施 我相信對大家最好的事情 今天上課的內容 主要是還是CPR 跟傻瓜電極器的使用 在當作完全正確後 也將會發放政書給他們 給他們的黨來幫助別人 新中華新聞創中情 六甲插風報道 我們要 find the way to go 真的是 到底會不會 這個嗎 從兩次 看完